嗡哈嗡哈 嗡哈嗡哈 嗡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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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包 威电脑哇 死 表 今天非常開心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 和經濟不能原局合作的影片 那主要就是要帶大家來瞭解說 什麼是微電腦瓦斯表 那我們剛剛片頭唱的主題曲呢 就是在唱瓦寶之歌 那什麼是瓦寶呢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北極熊是吧 這個是北極熊 這個是瓦寶 它是微電腦瓦斯表吉祥物 那梁師傅 什麼是微電腦瓦斯表 傳統的瓦斯表呢 它就是類比式的 那微電腦瓦斯表 它就多了一些數位的防護機制 我們來看一下實體 師傅手上拿的這個就是微電腦瓦斯表 阿當當手上拿的這個就是所謂的 傳統式的瓦斯表 它從外觀上面看起來很接近 但是呢它有多了一個數位的防護機制 在這個地方 數位的防護機制有什麼好處啊 它的好處非常的多 微電腦瓦斯表呢它增加了 三大的遮斷功能 這三大遮斷功能 用來保障我們的生命才能安全 第一個就是漏氣遮斷 如果說你們家裡有瓦斯管管線老舊 突然脫落或是斷掉 還是被老鼠咬破個洞 突然在大噴大漏的時候 它就會啟動這個所謂漏氣遮斷的功能 第二個就是超時遮斷功能 超時遮斷功能就是說 當有時候常常你在煮東西的時候 使用火時間過長 你忘記關火的時候 那超時遮斷功能就能夠起這個作用 來做你做個保護 譬如說 你常常有在燉煮一些食物的時候 通完電話來 還是通完客人來 那按個門鈴你就忘記 還在煮火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容易釀成一些災害 第三個功能就是所謂的地震這段的功能 你想想看一下 如果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尤其是那種大地震 無機以上的地震 那其實非常的搖晃 當下你會先逃命 還是先關瓦斯表 沒有嗎 沒有 繼續搖嗎 對 大部分人都會先逃命嘛 對對對 那這個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但是這個就會造成後續 可能瓦斯管先脫落 可能會釀成一些火災 所以日本呢 這個同樣屬於環太平洋地震帶的這個國家 他們早在1987年就開始推廣 在1997年的時候就修法強制安裝 微電腦瓦斯表 不過師傅說真的 生命安全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就像我們上次講的那個 強制排氣熱水器一樣 對對對 不要等真的發生了以後 我們才後悔莫及 對來不及喔 我跟你講一句名言 生命成本貴 用錢買不回 不過在影片正式開始介紹 微電腦瓦斯之前 我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影片後面有抽獎活動 那就歡迎宰水店的各位朋友 一起來參與 獎品相當優渥 好像不錯喔 好像不錯喔 好那我們就實際來 帶大家來看 什麼是微電腦瓦斯表 GO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到我們的現場 對不對 好我們來請看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微電腦瓦斯表 微電腦瓦斯表 那這個微電腦瓦斯表呢 它跟傳統的瓦斯表 外觀上看起來有什麼差異 它的外觀看起來比較大 同時呢 它也多了一個按鈕跟指示燈 但是這一個 這一個這款的款式 它是把按鈕跟指示燈 都做在同一個地方 好它都做在同一個地方 但基本上它就是說 從這外觀上 我們就可以看出 這個很明顯的差別 這個這個指示燈呢 也是一個LED的指示燈 那是不是這LED指示燈啊 才什麼用途啊 當它偵測到異常現象的時候呢 它的燈號就會亮起 同時進行阻斷的功能 比如說 第二個 比如說它超過了設定的使用時間 那第三個 有可能說 比如說它遇到5G以上的大力震 劇烈的搖晃 這個時候 LED的燈號就會亮起來 同時進行阻斷的功能 那假設如果說 現在這個狀況已經 比如說它現在是產生異常 那異常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 微電腦瓦斯表的外觀 會看到什麼現象 它的燈號會一直閃 好一直閃 那當然它現在因為這個 這個微電腦瓦斯表 它現在是症狀的情況下 所以它不會閃爍 那倘若如果你今天它發生異常的時候 你就從這個表的外觀 可以看到一個紅色的LED 它會不斷地閃爍 好不斷地閃爍 同時它阻斷的功能已經 啟動的時候 你後段的這些熱水器 棒棒爐 它是都不會有瓦斯可以動作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想說 那你既然已經 閃爍燈已經跳了對不對 是異常燈一直跳對不對 那我們要如何去富貴 對我們狀況排除了 對對對 又瓦斯了 你現在我們即將要狀況排除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不能沒有瓦斯 那我們這邊看微電腦瓦斯表 它旁邊就會有一張 有沒有 微電腦瓦斯表 復規方法 貼心小卡 貼心小卡 那每一家的這個 微電腦瓦斯表 它的外觀看起來不盡相同 但是基本上 它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都可以看得到它第一個 必須關閉所有的爐具 熱水器 以及瓦斯的裝置 而且不要關閉進氣口的總閥 進氣口的總閥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總閥不要關閉 它的瓦斯是這樣子流進來 透過這個錶 然後流出去到我們各項的設施 好這個錶不要關閉 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開始按一下這個所謂的 復規鈕 按一下持續 五秒鐘以後再放開 你會發現它的指示燈一直閃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邊就有個復規鈕 好你們注意看喔 師傅 因為它這個燈號跟按鈕 這一款剛好是做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當它按下去的時候 注意看這邊邊會 紅色會閃爍 來注意看喔 來 有沒有 好開始閃爍 夜店的感覺 開始閃爍 好這個時候你放開 五秒鐘以後放開 第三個步驟 我們必須要等待三分鐘 它這個錶會針對它這個 後方的這個管路的瓦斯 做安全檢測 這個過程呢 三分鐘的過程 這個燈號會不斷的閃爍 那如果三分鐘過後以後 這個燈號不再閃爍了 代表它偵測 都已經沒有問題 都沒有漏氣了 它的這個復規動作就完成了 那如果說你按下去的時候 還是在閃爍 那你可能就要再去檢查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地方 障礙沒有辦法排除 OK 看過示範以後 相信我們都知道 這個微電腦瓦斯表的復規 非常的容易 所以安裝我們 微電腦瓦斯表的朋友 超時能夠遮斷 肉氣能夠遮斷 地震也能夠遮斷 換錶真好 安全沒煩惱 那麼 這麼好的東西 哪裡才買得到呢 這個東西當然不是用買的 你只要打電話到你家 所屬的瓦斯的公司 申請這個微電腦瓦斯表的安裝 每個月只要增加40塊的基本費 平均賺錢每天都增加才1.3塊 每個月40元 對 就差不多是一杯飲料的價錢 沒錯沒錯 這樣子的話 40元就能買到居家的安全 相當的划算 非常的划算 而且要提醒大家 家裡面的瓦斯表 每10年就要記得更換 那要更換的時候 記得要換就換好的 要換微電腦瓦斯表 換錶真好安全沒煩惱喔 今天講了這麼多 有沒有好禮大相送啊 有的我們的抽獎活動呢 就會辦在我們沾水店的粉絲團 那我們會請教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居家安全要換什麼表 第二個這個表 有打三大的遮斷功能 那你就在活動的底下留言 並且同時tag一位你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 對然後呢 再到我們經濟部能源局粉絲團去按讚 你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活動了 這麼好康趕緊來參加 獎品很好喔 那如果載水店的朋友們 對於微電腦瓦斯表 還有一些疑問的話 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點擊我們的資訊欄 然後會有詳細的解說 沒錯 好記得 每週五晚上10點半 盡心準時收看 YouTube載水店 掰掰 掰掰 換錶了換錶了 趕快換 快打電話到你家所屬的瓦斯公司 申請換裝微電腦瓦斯表 歡迎查詢相關資訊 按讚 按讚